陈胜竹 陈胜竹 顺利的顺 现竹的竹 这次展出1994年 好消息 机器馒头来了作品 并不是完全平面的 整个画面 除了是艺术家小时候 在家乡拍摄的黑白各种照片 后面的老房子 贴了一张写着 好消息 机器馒头来了 在照片主角的头部 有一个凸起的 原型独秀缸地体装置 装置前方 还有一张艺术家 小时候的相形合照 被母亲抱在手上的婴儿 正是艺术家本人 但并不是冲起出来的照片 而是传统银片 也就是副片 透过灯光图射 就可以看到影像 如同换灯机的效果一样 艺术家刻意用不同时间 与空间的影像 不同的影像形式 包含笔片与照片 平面与立体 用丢录的方式 表现在旧时代的家庭老照片 所代表的家族寓意 它是台湾当代摄影中 在三字艺术发展中 突破摄影局限的先锋 对三字艺术发展中 Carol 恐龙 作词